哈囉 各位學員大家好 歡迎來到吳老師會客室 我們今天來學習這個關於八字十神的部分 今天有特別一個單元 這個單元是我最喜歡的單元 這單元叫做四大惡人俱樂部 那既然說這個惡呢 惡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惡就是亞星 惡 亞洲的亞 亞星 亞是什麼意思呢 惡啦惡 就是第二個意思 惡 第二個惡星 就是有惡星喔 如果我們的八字喔 命盤之中出現這個四大惡人俱樂部 這四個惡人的其中一個 就表示我們的星呢 是惡星 它跟什麼 中星是相反的 惡星跟中星是相反的 中星 中星就是異星 這就是異星 所以呢 當我們的在選員工 甚至是呢 我們在判斷一個人的好壞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判斷 哎呀 真不公平啦 人怎麼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論斷呢 哎 過去呢 這個 皇帝呢 在選這個 他的 他的成子的時候呢 是沒有在講好或不好的啦 就是他除了文采出眾 這個身材樣貌各項出眾以外呢 他還要去論斷他的出生領域 他要出生他的出生領域 如果他的出生的命格中呢 有一些惡神存在 就把他發配邊疆 不能進漢林院 這個是 過去呢 這個 一些蠻重要的一個訊息 所以我們在看過去的一些 軍機大臣的命盤 或者是 這一些比較有名的古人 都會發現呢 他命盤中很少會出現 四大惡人俱樂部 這四個惡人 那到底呢 這四個惡人是哪一些 我們當遇到他們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又要怎麼辦 在這個格局裡面呢 我們就跟大家來說明呢 面對四大惡人呢 我們就要用攤合妄克 或是用攤生妄克的方法 讓這四個惡人呢 不會對我們自己的命主而言 產生問題 好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命盤 命盤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在論命的時候呢 要注意哪一些項目 那個四大惡人 在命盤中所扮演的 舉足輕重的關係 命盤長這樣 有時候這是足 叫做足 政策 頁住 沿住 施住 好 這個代表是我 我們講過很多遍我們都知道 這個代表是令 這個代表是令 好 一個人搭配七個雲 一個人搭配七個雲 還有地支 這個地支所產生的關係 地支所產生的關係 這個代表根 0到16歲 這個代表鳥 17到32歲 這代表花 33歲到48歲 這代表果 49歲到64歲 就時間是長這樣子 時間是長這樣子 蠻重要的我們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再講 再講的是第一個惡人 第一個惡人 第一個惡人 在令盤之中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第一個惡人 一定是最不好看的一個字 那個字叫做七煞星 七煞 七煞星 原名叫偏官 偏官 原名叫偏官 偏官不是官 顧名之義他不是官 他是一個武將 他是一個武將 那七煞呢 要遇到什麼呢 七煞要遇到正義 或偏義 才有幫助 只有一個七煞是不夠的 他需要遇到 偏義或正義 以觀點來看 一張密盤裡面 最有力的力 最有份量的字 就是這個字 叫做七煞 七煞星代表領導同域 七煞星代表 這 所有凶星中最凶的星 他所代表呢 是七煞的積極 七煞的魄力 七煞的殺傷力 也代表七煞的不留情面 所以一個人的八字呢 如果他的八字中 出現了七煞 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例如說七煞在民主 他的主德對他來說非常重要 他的父母親對他來說非常重要 七煞他的兄弟姊妹 他的兄弟姊妹非常重要 所以會說怎麼樣 八字如果很早出現七煞的人 大部分都是做兄弟 或者是在這個軍警界 是非常重大的人士 如果沒有從事軍警 他也是流氓 小流氓或大流氓 這個是七煞這顆星呢 在生命中所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所以呢七煞星 要有硬跟批來協助 有批跟硬來做協助 可是如果沒有批跟硬來做協助 跑出來的是什麼呢 是財星 或者是偏財星 哇糟糕 會加強七煞的胸勁 會加強七煞 如果一個人八字帶七煞 又有正財跟偏 同時出現 同時出現的時候 會怎麼樣呢 有可能一夕之間敗光所有家財 也有可能呢 魏財 魏財 身敗名利 有沒有聽過吳三貴一怒衝 一怒衝官怒法魏弘炎 是啊 他就是偏官的將軍 遇到了很漂亮的這個財子家人 所以呢 怒法魏弘炎 這就是七煞遇到偏財 遇到偏財 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有可能發生遇到的情況 所以 當我們的命格之中 遇到七煞的時候 遇到七煞的時候 或是 是柱子中有七煞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化解 或者是來處理呢 或者是怎麼處理呢 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貪核妄克 或貪生妄克 假設我們的命盤 我的日主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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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日主為假 所對應的七煞心是什麼字呢 是根 是根 我如何呢 把這個根和掉 就是要有以根和 天干五合中的 天干五合中的 以根和 是不是 以就出現了 這叫貪核妄克 以來根根根根相合 這個薩他就忘記了 他要攻擊 假 他就忘記了 他本來根 金要克假木 本來是根金克假木 他出現以木的時候呢 他就會跑去呢 跟以木相處 合在一塊 忘記要克假木 這叫貪核妄克 貪核妄克 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呢 叫貪生妄克 貪生妄克 根金 金為金會生什麼呢 金會生水 或者是呢 土會生金 金生水或土生金 人鬼水 金生水 金會生人鬼水 物極土會生金 物極土會生金 那物極土呢 是什麼字呢 物極土就是正 偏硬 偏硬跟正硬 偏硬跟正硬 物極土 對他來說不是 物極土 對 物極土 對 對薩而言 對薩而言呢 是土生金 對土生金 他所代表呢 對正財 他代表是偏財跟正財 他代表是偏財跟正財 那金來生水 金來生水 金 水對於 水對於薩而言呢 是什麼呢 人呢 為批 鬼為正硬 鬼為正硬 所以呢 這一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正硬 煞硬相生 批 煞硬相生 財 財 對他 會產生什麼 貪生妄克 會產生貪生妄克 有可能會加強他的煞性 有可能會削弱他的煞性 這一組 這一組 硬批 跟正財偏財 所以剛剛有提到囉 這一組的這個貪生妄克的 這個正硬 這個正硬 會加強黏住 加強這個根的力量 這個財也會加強根的這個力量 所以 當一個人的命盤中 當一個人命盤中 遇到批跟硬的時候 他可以降低七煞的煞性 降低七煞的煞性 可是呢 當一個人命盤中呢 出現呢 物根疾的時候 出現物根疾的時候 對甲木而言 他會加強七煞的煞性 加強七煞的煞性 雖然他沒有克 但是他的克會變得更強 他的克會變得更強 為什麼呢 因為物己本身 物己本身呢 是由甲木去克 甲會克物己 本身就已經身弱了 本身氣場就不足了 還有力氣去克別人嗎 沒有 所以煞性會加強 就是身弱又遇到財 七煞遇到財 加強七煞而力 克生更重 克生更重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怎麼辦呢 我可以跟跟金釋弱 就是你不要砍我砍得那麼重 我現在就已經很弱了 那這個 怎麼跟跟金釋弱呢 就是由我自己本身的食傷 我本身的食傷 甲木生食傷 甲木的食傷是誰呢 甲木的食傷是丙丁火 甲木的食傷是丙丁火 丙呢 是食神 丁呢是商官 這個 甲木生食傷 我已經失落了 我把我的食傷 把我生的小孩嫁給你 把我生的小孩嫁給你 或是把我生的小孩 拿來自化你 拿來自化你 叫做貪生妄克 我把力氣拿去分給食傷 食傷來自化七煞 食傷來自化七煞 就是食至煞 就是食至煞 或者是商官至煞 或是商官至煞 這個呢 也是叫做貪痕妄克 或貪生妄克的一種 五行平衡方式 五行平衡方式 我們 用這樣的方式 用這樣的方式 來介紹這一組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不把每一個案例都做 都做列舉 我們就直接跟大家講結論 我們就跟大家講結論 這四大惡人 這四大惡人 他的出現 跟他的自化方式 這四大惡人 他的出現跟自化方式 我們第一組 已經找到了 叫做七煞 第一個惡人 第一個惡人 第二個惡人 他就是七煞 那七煞他的自化方式是什麼呢 他七煞的自化方式 他就是用 食神來自化 就是自 自化就是用食神 或者是呢 泄他的氣 那泄他的氣呢 就是硬 就是硬 可以泄他的氣 剛剛你有提到兩個神都可以嗎 就是 食神那三關也可以 這個 硬跟屁都可以 那我們講的是最好的神 就是 當看到七煞的時候 食神的自化力是最好的 當看到七煞的時候 正義的自化力是最好的 這個是自化 自化 但是如果遇到呢 遇到呢 他的氣場會強化的神 就是我們 不建議 遇到的神 不建議遇到的神 就是 加兇 會被他更兇的神 例如說 政財 或者是 另外一個神叫政官 七煞遇到政財 七煞遇到政官 加強他的兇性 這個就是我們不喜歡的 這就是我們不喜歡的 好 那再來第二顆星 第二顆星 就是 三關 第二顆星叫做三關 三關呢 它是屬於四大二人聚樂部中的第二顆星 叫做 蟹嗅才華 叫蟹嗅才華 這顆星呢 它所代表的呢 是 這個 聰 靈力 靈力 我們說聰明靈力 聰明靈力嘛 聰明不夠欺煞 靈力不夠三關 就是 欺煞人非常聰明 那靈力就是他做事情非常有技巧 有技術 甚至他的口才很好 就是 靈壓力嘴 靈力 靈力就是三關的代表詞 就是給人家感覺就是 很討人喜歡 也很討人厭 也討人厭 所以八字代 三關的人呢 就是 有的 一部分的人喜歡他 有一部分的人討厭他 不容易做到圓而隆 所以 這顆星呢 也是我們不喜歡的 它是一個破壞禮教的星 它是一個破壞禮教的星 那三關在哪一柱 就傷到誰 三關在哪一柱就傷到誰 例如說 三關在黏柱 三關在黏柱就傷到父母親 傷到他的 他的祖德 他就三關傷黏柱 七薩在黏柱 家道中落 三關在黏柱 父親或母親不 不完全 父親或母親不完全 或者是呢 父親或母親呢 異地而處 三關 好 那相同的啦 可以自化三關的星 可以自化三關的星呢 為正應 正應星可以自化三關星 那謝呢 如何可以把這個三關的星 謝掉呢 他的謝星為偏財 他的謝星為偏財 三關星 三關星 他的謝就是金生 火生土嘛 那土對家而言就是財 土對土而言就是財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作為這作謝 那如何加兇呢 加兇 加兇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顆星 當出現這個力量的時候呢 他的兇神會變得更強 當出現筆尖 或者是食神的時候 當出現筆尖 跟他相同的神 當出現筆尖或食神的時候呢 就會加兇 就會加兇 好 再來 劫財 再來就是劫財 劫財 劫財 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錢 或者是 錢太多放別人啦 劫財 所以我們看到劫財也是不喜歡的心 我們看到劫財也是不喜歡的心 那什麼心呢 能夠克制劫財呢 什麼心能夠克制劫財呢 什麼心能夠克制劫財呢 就是政官 政官可以克制劫財 這個合法 合法的方式 這個官兵抓強盜 官兵抓強盜 就是劫財就是強盜 官兵加強盜 所以官能夠制劫財 官能夠制劫財 就是一個人呢 他做事情都手法手奮手計 就不用擔心什麼呢 這個犯法犯計 犯法犯計 所以 這個就是官兵 官兵可以自劫財 那什麼是劫財的心 謝心呢 謝心就是食神 當一個人呢 八字有食神的時候呢 他遇到劫財也不害怕 他遇到劫財也不害怕 好 那什麼樣的心會加兇呢 劫財心遇到正應會加兇 就是強化劫財的力量 強化劫財 家兇不代表不好啦 就看你如何運用 就是會把這個神加強 會把這個神加強 例如說劫財神 遇到正應的時候 正應是一個慈悲的心 遇到了這個 遇到人家受苦受難的時候呢 正應性發作 悲天憫人的精神 就把誰這樣 生家財產全部捐出 就是劫財遇到正應 遇到劫財遇到 或正應遇到劫財 就是這樣來解釋 就是他會把他窮擊所有 去幫助別人 那聽起來好像也還不錯 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是如果我們 在論這個器材植物獸的時候 會覺得他不太好 他也不太好 就是家裡面的老小 沒有照顧好 就去照顧別人家 這個是屬於會遇到的 那同樣的 遇到筆劫 遇到筆尖 遇到筆尖也是家兇 遇到筆尖也是家兇 就是劫財筆尖 三觀十神 七煞正寬 就是同時出現的時候 同時出現的時候呢 會出現的這個混淆的特質 會出現這個混淆的特質 好 再來是偏硬 最後這個是偏硬 偏硬呢 可以自克效應的神 就是偏財 偏財 偏財可以自 偏財可以自 偏財可以自批 就是一個人的八字 如果出現批 我們看他批在哪一個地方 我們在講 這個十神的時候呢 有說了 批在哪裡 批在哪裡 會產生什麼結果 例如說批 批在這個十柱 批在十柱 他就會傷到小孩 批著 批在十柱 上到小孩就是 女命容易流產 女命容易流產 那如果批呢 在月柱呢 是一個才華洋溢溢的心 不容易呢 在公司上班 這個就是批的位置 或產生的結果 那如果 流年代批 就是表示什麼呢 他的父母親 父母親 在生他的時候呢 不容易 容易有這種流產 或是他出生的時候呢 有一些異象 可能會給神明當小孩 給神明當小孩 有這種情況 因為他原因是說他是硝神 他還是會來奪底母 他代表的是什麼 他代表是繼母心 代表是繼母心 好的 那一樣呢 如果要讓他生化的話 讓他自泄 就是鼻尖 鼻尖可以幫助硝神 泄氣 這個硝神就不會那麼兇 硝神就不會那麼兇 不會真的遇到很可怕的狀況 加兇 硝神怎麼樣加兇呢 硝神要加兇 就是遇到 遇到 正財 或者是正觀 這一組比較不一樣 他的這個兇性跟其他的字不一樣 他兇性跟其他的字不一樣 當他遇到正財的時候 當他遇到正財的時候呢 會財壞硬 會財壞硬 就本來他那個聰明能力的頭腦 會被這個錢財所致化 會被這個錢財所致化 所以呢這個叫做財壞硬 他這個硝神就不會那麼恐怖 那個硝神就不會那麼恐怖 那我們提到這個 加兇的目的呢 這加兇目的就是說 他這個氣場會變強 他氣場會變強 那硝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強的星 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強的星 當他遇到這些星的時候 他的硝的力量就會不見 他硝的力量就會不見 例如說呢正觀跟P在一起 正觀跟P在一起 他就會把這個硝的力道降低 然後讓這個硝P變成正義的特質 他就會有正義的特質 所以是四大二人沒有錯 在我們排這個命盤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他有四大二星出現 那跟其他的字呢 他會產生一些相互的關係 他會產生一些相互的關係 那我們透過這個相互的關係呢 來化解來協助來幫忙 找到一個真正的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向 那這也是流年喔 如果當我們的流年遇到這些星的時候 當我們遇到這些星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那以上呢 我們再介紹這個四大二人俱樂部呢 簡單的來說明 當一個人的八字 他的天竿中有遇到的是 薩 傷 劫財 P 一定要怎麼 一定要制光 一定要想辦法來化解 七薩 傷官 劫財 跟P 的問題 那如果流年 遇到的時候 那一年會非常痛苦 不管你的命盤上面有什麼星喔 遇到了就會很痛苦 只是說呢 如果呢 在命盤之中又有其他的字 來相合 來相合 他的威力或他的嚴重程度 會有一些抑制 謝或是家雄的情形 那以上呢 是我們簡單的來介紹這個四大二人俱樂部中 這四個二人 那有興趣的 學員或夥伴們呢 可以到吳老師會客室來找吳老師 跟我們來討論呢 怎麼樣來處理這四大二人的問題 那期望呢 我們能夠思想事成事事如意 謝謝大家